中方已经多次强调 所谓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说法 是彻头彻尾的事迹谎言 近日曝光出来的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官员的一段话 已经再次明白无误的证明 美国故意制造散播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等谎言 就是为了把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排斥出去 中国是全球光伏制造和装机应用第一大国 而新疆是全球最重要的光伏产业基础材料 多金硅的生产基地 美国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 就是要靠政治操弄实现打压新疆产业竞争优势 将光伏产业转移出中国的阴险目的 要论强迫劳动 美国应该看看自己的历史和现实 美国有着奴隶贸易的原罪 如今更是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 美国至今仍未批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 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美国每年从境外贩卖至国内 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近10万人 目前美国至少有50万人遭受奴役 美国大量童工从事农业劳作 很多儿童从8岁就开始工作 美国有24万至32.5万妇女和儿童 遭受性奴役 有超过10万人被拘禁在私营监狱 长期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强迫劳动 2021年4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单边强制措施 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 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 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美国通过威胁制裁等手段 胁迫他国人员 从事强迫劳动 侵犯有关人员合法权益 严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法 乌云折挡不住太阳 美方的栽赃 也抹黑不了新疆的光复产业 美方所作所为 只会打压正常的光复产品贸易 打乱正常供应链 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这也将最终会反噬 美国自己损害其自身利益 中方将一如既往地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